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吴贤妃 明朝第七位皇帝 年号景泰 景泰八年正月 夺门之便爆发 明英宗夺回了皇位 软禁其于西院 改元天顺 二月明英宗匪朱祁玉为成王 不久朱祁玉离其去世 享年二十九岁 明英宗次世好约历 按亲王礼丧在北京西山及景泰陵 由此 对于朱祁玉来说 没有杀掉朱祁镇 最终落了一个凄凉的下场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朱祁镇重返明朝后 朱祁玉为何没有杀了他 首先 朱祁玉生于宣德三年 长兄明英宗即位后被封为成王 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兵败被瓦剌俘 在这个危急时刻 于谦王旨等大臣上奏孙太后 历成王朱祁玉为帝 尊明英宗为太上皇 次年改元景泰 明代宗朱祁玉在位期间 执人善任历经图治 重用于谦等人 取得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击退瓦剌的入侵 也推动了明朝国力的恢复 因此 非常明显的是 在明朝历史上 朱祁玉可以说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了 伴随着朱祁玉皇位的稳固 朱祁镇在瓦剌的价值自然逐渐降低 最终朱祁镇得以重返明朝 明英宗回归之后 虽为太上皇 却被软禁在南宫 朱祁玉从内心来讲并不希望明英宗回朝 为防备明英宗与旧城联系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加防范 朱祁玉接受太监高平的建议 将南宫的树木全部砍发 以防有人越过高墙与明英宗联系 当然 对于朱祁玉来说 还是没有对自己的兄弟刀剑相向 换而言之 朱祁玉当时作为皇帝 完全有能力杀掉朱祁镇 甚至朱祁玉只需要一个暗示 朱祁镇就会性命不保 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朱祁镇保住了性命 从而获得了发动夺门之变的机会 史学家们认为 朱祁玉之所以没有杀了朱祁镇 原因主要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 孙太后的存在 让朱祁玉投属忌器 孙皇后孙氏 山东省济南府邹平县人 明轩宗朱祁镇的第二任皇后 明英宗朱祁镇生母 永城县主部孙中之女 虽然我们常说朱祁镇和朱祁玉是兄弟 但是两人的亲生母亲却不是同一位 对于朱祁镇来说 亲生母亲是孙太后 孙皇后与明轩宗朱祁镇朝夕相处感情很深 明轩宗继位后 册封孙氏为贵妃 宣德三年 明轩宗废狐皇后 改立孙贵妃为皇后 宣德十年 明轩宗驾崩 朱祁镇继位为帝 孙皇后被尊为皇太后 正统十四年 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索夫 孙太后采纳了兵部侍郎于谦等大臣的意见 让朱祁玉继位 视为景太帝 化解了土木堡之变所带来的危机 朱祁玉能够在土木堡之变后登基称帝 离不开孙太后的支持 现在如果朱祁玉想要杀掉朱祁镇的话 自然不会获得皇太后的许可 在此背景下 孙太后甚至可以联络支持朱祁镇的大臣 从而发动针对朱祁玉的兵变 真到了那个时候 朱祁玉即便能够杀了朱祁镇 很可能自己也无法保住皇帝的宝座了 在古代历史上 太后对于朝廷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比如在汉朝历史上 太后在皇帝的费力上就具有重要的话语圈 对于朱祁玉来说 既然无法得到孙太后的支持 干脆就不冒险杀掉朱祁镇了 第二点 于谦等朝廷大臣 也不会支持朱祁玉杀掉朱祁镇的 土木堡之变后 太子年幼 敌寇将至 于谦请皇太后立成王为皇帝 成王再三推辞 于谦大声说 我们完全是为天下考虑 不是为个人打算 成王于是寿命 九月 成王及地位为代宗 从这一角度来看 于谦显然不是朱祁玉的心腹党羽 当然于谦也不是朱祁镇的心腹 不过对于正直的于谦来说 显然不愿意朱祁玉和朱祁镇兄弟相残 所以等到夺门之变爆发后 于谦同样没有站到朱祁镇这一边 而是坚守自己的立场 经师保卫战之后 也显见明朝没有什么事端 更想讲和 使者接连前来 提出把朱祁镇送回 大臣王子等商议派遣使者前往迎接 明代宗不高兴地说 镇本来不想登大位 当时是被推上来的 于谦从容地说 地位已经定了 不会再有更改 只是从情理上 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 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 我就有话说了 明代宗看着他便改变了脸色说 听你的听你的 先后派遣了李时 扬善前往 终于把朱祁镇接了回来 这是于谦的功劳 对此众多大臣希望朱祁镇重返明朝 这无疑会给朱祁玉施加不小的压力 如果朱祁玉真的对朱祁镇下手的话 势必会引起这些大臣的反对和声讨 所以在皇位没有遭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 朱祁玉自然要考虑这些大臣的感受 第三点 朱祁玉不肯杀掉朱祁镇 无疑是他顾念兄弟之情的体现 换而言之 在主观上 朱祁玉无法成为第二个唐太宗李世民 在唐朝初期的玄武门之变中 李世民除掉了李建成 李元吉 从而坐稳了皇帝的宝座 现在对于朱祁玉来说 则是心慈手软 不愿意对朱祁镇痛下杀手 最后 朱祁镇 朱祁玉早年感情十分融洽 这主要是因为两人是唯一的兄弟 而且一个为君 一个为臣 彼此间不存在权力纷争的问题 如果放在太平盛世 朱祁镇 朱祁玉两人可能会成为兄良弟弟的典范 然而一场意外却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国运 也改变了朱祁镇 朱祁玉两兄弟的命运 朱祁玉在登基之初 曾册封朱祁镇的长子朱建森为太子 然而没过多久 他就将朱建森变为翼王 改离自己的独子朱建森为太子 当然 最终的结果是施宇认为 朱建森在景泰四年就死掉了 这就是皇位继承问题产生了更多悬念 景泰八年正月 景泰递朱祁玉突患重病 收获大权的石亨徐有珍 曹吉祥等人看到饥不可施 就发动了夺门之变 他们前往南宫将被软禁了七年之久的朱祁镇接出 并拥立朱祁镇重新登上皇帝宝座 朱祁镇复辟后下令被朱祁玉为成王 将其软禁到西内永安宫 一个月后朱祁玉去世 有人认为他是因病死亡 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朱祁镇迫害 明朝共有十六位皇帝 其中有十三位死后都葬在北京市昌平居天寿山路的明石三陵 例外的三个人 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 一个是建文帝朱允文 还有一个就是景泰帝朱祁玉 朱祁镇复位后下诏斥责朱祁玉 不孝不惕不仁不义 遂得张文神人共愤 因此在朱祁玉死后 赐给了他一个恶事 李 称陈丽王 由于朱祁玉的帝号被废 他自然就没资格入葬到明石三陵中了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